我们最好卖的就是我们的 阿米Steel不对锅 miniSteel就对了 我就想不然做一个一人分的不对锅 你不用约朋友陪你一起吃火锅 你一个人下来吃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吃啊 他的酸辣有后劲 看你有没有在那个味道里面 找到你的宋慧桥 来 我们的Ivan 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当小贩 最困难的是什么 老婆怀孕嘛 然后做小贩时间很长 就没有什么时间去陪她 然后有时她要去看check up 对 然后我就真的要去 抽时间去陪她去 然后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又要开档 又要带她去看医生 这样很赶 对 我特别了解 因为你这个familyman的那种感受 对不对 然后我想问你 就是老婆怀孕的那时候 是第一胎 对 第一胎 我跟你讲好好弥补她 等快点给她有多一胎 然后你就多一点时间陪她 好 不要了 不是 我跟你讲说 给她就是多一胎 然后她就不会来吵你了 喂 没有时间 放来了 没有时间 一直要照顾小孩子没有时间 对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男人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对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生意跟家庭要兼顾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对 我们只要就用积极的态度 就是面对未来 对 什么困难都会过去的 嗯 可以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你的日常 到底是怎么样过的 这个是炸小葱头 对 这个是我在炒小 我的我们的家传辣椒 哦 所以你的家传辣椒里面的那个 配料有什么呢 啊 哈哈 看到的咯 有蒜头 葱头 还有辣椒 然后这样摇摇一下 摇摇一下 摇摇一下 他就连搅拌都不敢讲现在 对对对 这样摇摇一下 难怪飞机师不要当啦 这个酱来这个酱 这个是什么 辣椒酱哦 辣椒酱哦 那我觉得它把臭米挺好吃的 它的面挺Q弹的 很香很好吃 它跟别的店面不一样 尤其是你可以吃到它的辣椒 挺香的 而且有那个黑米香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那个辣椒的材料 的配料 对 但是我相信啦 它那个配料里面不是完整的啦 对 我们每次要拍的它都会抽两个出来 对 不然就是份量没有放绝对的 但是我们一般上吃这个鱼园面 我们都没有去想 其实它的这个准备功夫在背后还蛮多的 是 我们都以为说就是把那个面放进热水煮一煮 就配一些酱料就可以吃了 那你的鱼园呢 是一粒一粒自己搓的吗 手工制作的吗 还是什么 暂时还没有 可是我们的卖点是辣椒 还有我们的猪油 哦 因为传统的肉搓面就是 辣椒跟猪油是那个主角 主角啊 了解 没 鱼园就是配角 很像你们这样 配角 喂 什么我们配角 因为它配面 我还配手配角 神经美 配眼配鼻脸配角 它的重点是辣椒面 辣椒和面 因为每一摊鱼园面 卖点跟重点都不同 那这个放在它的面 辣椒跟它的猪油 对 你吃鱼园面没有这个猪油渣 其实那个味道就好像少了一点 少了 那你吃人家的辣椒 你又不知道它的配料里面有什么 又少了一点什么 是 等一下我们今天一定要跟他 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跟你讲他是不会跟你说的 真的 他们这样一口一口吃的都爽 我觉得它的烫头很好 然后材料又新鲜 而且它的鱼饼炸得很脆 很好吃 一看这种面就对了 就对了 就那看它颜色 看猪油渣撒葱花 刚好还笑得这么惨 这个才是真正的招牌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飞机师的笑容 哎呀 厉害厉害 我们每次看完日常的片段之后 那你的预言面今天有没有带来 有 有 有 今天都有带来 因为我每次都跟我们的小贩说 如果没有带来的话 镜头少一点点 对 而且你这么高 我们全程就只拍到这里 不可以这样 它怎么样来讲 可能以后是那个小贩之星 对不对 是 不可以这样子的 这个辣椒酱的那个recipe 有没有带来 对了 它辣椒有带来 对 配方没有带 这样 OK 镜头少一点 但是试吃还是要试吃 马上进去我们试吃环节 这个是肉搓面 肉搓面 对 这个是餐我们的招牌辣椒 脚出来的面 招牌辣椒 就是秘密的recipe 我跟你讲说 我这个嘴巴有的时候就是叼 我吃下去我就知道 里面有什么配料 OK 你的辣椒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厉害 你小心 厉害 可以 来 来 翔苗宾先来 OK 来 来 在外面很多汉 其实都是这些什么肉搓面 鱼岩面 但是真正要煮一个 拿手好吃的肉搓面 真的是不简单 对 特别是那个面 就是不能过熟 也不能不熟 要够Q 那个感觉对不对 你这个辣椒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会很辣吗 不会很香 你知道我很久没有吃 这么好吃的鱼岩面了 真的很好吃 这个辣椒真的好吃 它有特制的 喂 我跟你讲说鱼面啊 应该有辣椒 对 哇 你神经没辣椒有 人家吃不出来 有盐炸啊 但是讲真的 我觉得你里面还缺一点东西 你在这个辣椒酱的配料里面 还缺一点东西 不要紧 我跟你讲 我们因为大家好兄弟嘛 对不对 你拿那个Recipe出来 我们帮你tick看还差什么东西 对 我们讨论一下 对 那里面到底什么东西不见了 这样讲真的 里面差什么 我觉得不差 他差的就是我吃不够 喂 什么我吃不够 差的就是我吃不够 真的 我跟你讲 那个面真的是滚 而且那个辣椒酱 真的是太好了 骆嗦面就是 我们新加坡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美食 是是是 所以骆嗦面 其实是从我们新加坡 我们的上一代的小贩 所开始出来的 是传下来的 对 在我的生命里 不可以没有肉臭面 OK 只要我肚子饿 我看到哪一件肉臭面 我都可以去吃 是 他是我们的一个很 很道地 很道地无可或缺的美食 对对对 很重要的这个top 10 搞不好是top 10的 hawker food之一 我看可能top 5 top 3都来 像我们新加坡最出名的 就是有一个肉臭面 到米其林 一粒心 一粒心 在小贩中心 不简单 那就不准了 不简单不准 厉害 没事 我们先从冰淇淋开始AIM 可以 AIM了之后 我们以后就有米其林了 好不好 加油 冰淇淋跟米其林差很远 我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 没事 只要不是林志玲就好了 来 在这个肉臭面的行业里面 我讲很多人都是在卖肉臭面 鱼圆面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一定要stand out 你有没有放任何的这个创意 去让他stand out的 除了料理之外 我有使用那个 股本卡 就是吸引顾客回来嘛 就是他们每买一碗面 就可以拿一张印章 哦 像以前爸爸弟这样 对对 十碗送一碗 比较少小贩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对 这样就吸引很多顾客 就带他全家人来 因为他们就是要拿那个 最终的那个奖品 有的时候 就不是要吃他多一碗免费的 他就是要把那个卡印满 看得爽 看得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态 对不对 好像小时候啊 我喜欢收那种 Golden Card一样的 对对对 林智颖没有呀 张学友 林智颖 你这那个年代啊 OK OK 金卡金卡 还拿去炫耀 我有张学友 我有张学友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要收藏那个东西 所以你用了这个方式之后 生意有没有就是增加很多 有有 因为有些大妈他们就为了拿那个有名的饭盒嘛 他们就带全家人一起来吃 一天内可以盖十个银杖 所以你不只是就是有一碗免费的面 你还有什么自己的商品这种啊 对 哇 厉害啊 聪明啊 厉害啊 你看做生意是很聪明啦 对不对 但是不知道他在准备这个创意菜是如何 我不知道 他跟他生意上的那个创意是很好 做菜上的创意我就不知道 我相信你可以的 有 你看到帅哥都相信他可以的 又不见得你跟苗彬讲过 他的音乐面都这么好吃 我已经可以了 他还可以了 厉害 对 他不需要我的相信 没有话好讲 跟你们赢了 我们静静啦 没有关系啦 做创意料理啦 不要紧啦 你随便做啦 随便做都是好做啦 随便创啦 好不好 马上进行我们的创意挑战赛 现在要做的这道菜叫什么 卤肉配饭 看到五花肉 让我想起我21岁生日的时候 老爸帮我煮 因为他也知道做小饭不容易 提问多他 哭你 哎呀 你看我又要哭了 如果真的是选择了之后 就不要往回头看了 对